大家好,今天继续相机古朴梅花浦第四局 横进炮打狙,黑炮打敌向一将,上市,黑狙吃鞭,红马二进四,要奔卧槽,黑狙吃马的情况前面讲过了,黑退炮憋马腿,红马四进六彩狙,海洋卧槽,黑炮七平四,憋住马腿,横飞向彩狙,上一局讲了黑狙三平八抓炮,这一局黑狙三退一, 红狙一平三,要吃底向,黑马八进九,红马卧槽,黑电炮,红炮八进四,要吃炮,黑狙走进一保住,红进炮,要打马,黑七这里有两种走法,第一种炮五退一,红狙三进七,如果黑炮吃马,红炮也吃马, 把这个也吃了,红炮打向,不是,红狙吃炮,黑狙吃马,红炮七瓶酒,要抽香,黑炮也必丢,横气大优,那在这里,横进狙捉马,还还有一种走法,进炮挡住, 红妙手弃狙,黑飞向,红炮打马,还要打狙,黑狙逃开,红炮打向,趁势就宠炮杀了,只有上将,红吃炮,还要打狙,黑狙只有硬着头皮吃炮, 红炮七瓶酒,一招闭面,怎么早都没有用了,退炮将,将军,不管老将上还是下,红进狙杀,那在这里,红进炮打马,黑不退炮,还有一种走法,退马,红狙吃相, 黑狙吃马,红进狙,要吃中炮,黑炮打兵,红狙八瓶四,要双狙夺势,黑不是,红骑这里又有冒手,狙也不要了,先把炮翻了,黑是吃狙,红瓶炮走过顿挫,马在将军,上将退狙就杀了,只能出将, 红炮打马,现在是叫杀,还打着狙,黑狙如果吃马,红狙吃狙就杀了,黑将上不来了,黑狙有落势,那就在此时,红炮阿进二,一招毙命,接下来不管黑怎么走了, 红都是狙吃狙绝杀,梅花普共有六视局,体系的讲解了布局的精彩杀法和各种取胜口诀,喜欢的点赞关注, 我们下集再见